地域 离哥 呵呵发现了蹊跷 一年前陈国智在海外赌博 签下了巨款 后来一直没有还上 日子过得内窖一个惨 后来他还对外声称 是投资电影赔了钱 不过 最近他一把还上了 试出反常必有用 那这么说 他真的和答案组织有关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再聪明的狐狸 也斗不够好猎手了 想要融入角色呢 就必须得体验角色的生活 你演一个陶艺家 不自己开尼拉胚怎么写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好像能体会到 他身上那份执着了 是吧 我记得呀 有一次我演一个古币收藏家 结果越演越投入 没想到就真的爱上古币收藏了 最后把所有的片酬都搭进去了 古币 怎么 师妹你也喜欢 那倒没有 怪不得师兄艺术造诣高啊 你有这对艺术的执着和那份痴迷 我还不够 有利有弊吧 总之师妹 如果你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古币啊 记得帮我留意一下 师兄高假寿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我爸喜欢 他每年都会买一些猴年马年的纪念币 我要是去国外看到合适的硬币 也会买回来 真的吗 真的吗 那师妹你有带在身上吗 我 好 对 就是 纪念币 Yo 新载 世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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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